本港楼价升至超过两年高位 距离历史高位只是差0.15% 但是分析提醒要注意影响楼价的风险 本港楼价进一步逼近历史高位 差在物业股价处公布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年升7个月 指数是自2019年5月以来最高 距离历史高位差不够1点 按年升幅2.8% 首7个月累计楼价升4.3% 岸面积分类752平方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微升 面积最大的豪宅楼价就连跌4个月 见半年低位 有分析认为低息环境持续 加上刚性需求将继续支撑楼价 整体市场气氛是好了 我们见到今年以来 无论一手或者二手的销售进度都是不错 看回刚性需求的中小型住宅 楼价升幅都是维持不错的 所以我们如是下个月再公布 8月份楼价指数 其实是绝对很有机会会破顶的了 有经济师提醒 股市波动对楼价的影响 交联署局华提早退出 宽松政策的影响大 宿表相信年底就会开始 宿表会否很影响到本地香港的策息 我们相信暂时不会 我们见到最近在一些监管不稳定的因素之下 见到股市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有机会有负面的财富效应影响到楼市 所以其实楼市虽然一直都是持续向上 但风险并不是说没有 至于7月的租金指数年升5个月 升至近一年高位 但安年仍然录得跌幅 首七个月累计租金升幅1.5% 无线电视 卢佩恩 报道